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辆停放在桃园区永安路上小货车遭窃 窃贼往中阵路方向逃逸 桃园警分局蒲子派出所拒报后 发动线上警网围捕 警员丁博天和陈玉查觉遭窃小货车 进入桃园观光夜市后塞在车阵中 原警左右包抄准备拦车弃捕 48岁窃贼黄南见状 刻意跨越车道行驶不让原警超车 并且突然开启车门 撞开原警后汽车逃逸 原警负伤后继续追捕 所幸路过的计程车司机与骑士加入围捕 15分钟内顺利弃捕黄南到案 警方征讯后依窃到罪嫌 将他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被案人发现小货车遭窃后 立即向本所报案 本所立即发到黄南结围捕 并在15分钟内将嫌犯弃捕到案 全案依法依请侦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